大家好,我是人人宽科讲师,穆金龙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测量案例是魔改非阿里斯价模型 非阿里斯价模型呢,它是这个最早的,它是非阿里斯价 它是由这个日本期货冠军非阿里斯盘采用的主要突破交易的一个参照系 那么非阿里斯价呢,指的就是昨日的高价和昨日的低价 还有就是昨日收盘价,今天的开盘价 那么这四个价格呢,并称为非阿里斯价 此外呢,因为非阿里它是主观交易的模式嘛 然后在实战当中呢,它大量结合了这种阻一线的概念 什么叫做阻一线这种概念呢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阻力支撑线 它会大量的使用这个阻力支撑 那么根据它这个非阿里它这个人的这个交易思路呢 我们在这个策略当中我们会定义就是很多这个大中小的这种阻力支撑线 然后呢,根据自己的一个思想的交易思想的进行一个修改 就是比如说我会设置很多这种交易区间 然后让这个开盘价去选择到底是哪一个区间更适合当下这个市场的波动率 那么策略要点呢,分为这三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定义出它的着高着收和着低 还有今日开盘价也就是非阿里斯价的基本价格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根据这个阻力一线的概念呢 定义大中小的阻力支撑线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根据这个阻力支撑线呢 会制成几个不同的区间 然后设定多个区间呢 使用开盘价来选择这个自适应区间 呃,开仓条件呢比较简单 就是突破自适应区间上沿呢 那我们就这个开多 突破下沿呢我们就开空 然后平常条件呢是这个跟踪止音止损出场 然后还有就是趋势顺反手出场 它的应用周期呢是5分钟15分钟和30分钟 然后类型属于CTA模型 然后适用的平等大概在15到20个左右 那么今天呢主要是使用这个交易开吐嘴这个软件来编写这个策略 那么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开始编写吧 嗯,好的,我现在打开了交易开拓者 我这边用的是旗舰版64位的 然后如果你们有用32位或者说是急速版的 嗯,也都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TP它的代码是互通的 然后并不影响你学习编写 嗯,好的 我们现在先建立一个空模板 然后你大概定义以为 简称的话就是肺零腰吧 肺零腰吧,肺零腰 然后用交易策略模板 这就是交易次轮某版的一个主体 我们先不用着急去定义它的参数和变量声明 我们直接从begin and程序主体开始编写 那么首先我们第一行代码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试判当中的一个过滤性的代码 就是说我们在编写模型的时候 我们尽量都把这个代码先前置编写出来 那么这个代码就是集合净价 集小节休息过滤 对我们在编写每一个策略的时候 我们先把一些安全性的代码 安全性的代码先前置 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集合净价和非交易时间 它是不会产生交易的 直接使用tb给的这个用户函数就可以将其过滤掉 然后如果当它执行的时候 我们就先把retin不再往下执行 OK这就是一个前置代码 非阿里私价呢 我们刚才在策略当中也有讲到就是说它是有四个价格 首先呢我们先要定义它的一个今天的一个开盘价 今天的一个开盘价就是说它是一个交易日开盘价而不是这个棒线的开盘价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开始定义周期 bountday 今天的开盘价的棒线 我直接使用它的用户好 我直接使用它的用户好 然后等于0,也就是今日第一根磅线 Bone since today等于0就是第一根磅线 大于0就是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 以至于它收盘为止 它的序号第一根是以0为序号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再定义另一种情况 那么就是大于0的情况 就是不是第一个的情况 我们要把它定义出来 然后我们这边这个二根 然后我们定义一下它的开盘价 那就直接使用这个 如果我们的bund的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我们要进行一个取价 这个变量名我定义为nope 然后它复制的话是第一根磅线的开盘价 也就是今日的开盘价 这样我们就复制到这个nope里面 好的,我们费亚里斯价当中 我们已经定义了它的其实开盘价 那么我们今天 那我们现在定义它的昨日的最高价 最低价和收盘价 好的,我们现在开始的话 就是我定义bund的 我定义为h1 h1 然后调用它的一个用户函数 然后参数呢 定义m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是 这个小括号里面你这个参数呢 如果是0的话 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hidee的这个 tb给的这个用户函数 如果是0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里写的是0的话 它的取值呢 最终的是昨日的这个最高价 0的话是代表昨日向前推 如果是前一天的话 就是用1 然后大前天的话就用2 就是按序号呢 然后继续往上累加的话 就是继续向前到序往前推 然后我们这里面给它定义一个参数是m 因为最后我们要去在这里声明一个参数 我们筑解呢就应该这样写就是m交易日内的最高价 m交易日内的最高价 然后是最低价 我们也要定义出来 这样的话才是完整的fix 是阿里斯价嘛 m交易日内的最低价 还有一个收盘价 还有一个收盘价 收盘价的话也一样 直接使用它的用户函数 close定 它的参数也用我们先使用m 等会再对m进行一个参数声明 m交易日内的最恶收盘价 收盘价 ok fixar里斯价呢 它最重要的这4个价 给我们定义出来了 接下来的部分呢就是 既然是魔改fixar里斯价 那我们既然是肯定有自己的一些东西 就我编写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整体来讲 fixar里斯价它其实是一个 肯定是一个区间模型嘛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定义它的一个阻力线和支撑线 这也是fixar里斯价在实战当中使用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概念 就是阻力和支撑的概念 那我们接下来写它的支撑线和阻力线 在使用阻力和支撑线之前呢 我们还需要再定义一个就是它的中轴线 这是魔改fixar里斯价当中比较关键的一个 比较关键的一个中轴线吧 非常关键的一个中轴线 我们把它定义出来 我们把它取之为p吧 然后中轴线的话就是三个价格的均价 刚才我们已经复制的hse 加上我们的lll1 再加个cce 然后出以3 这就是它的一个均价 以上三个价格的均价 然后计为中轴线吧 好的 接下来接下来建议它的阻力和支撑线 然后我们定义它的阻力线的话用r1 因为我们不只有一条阻力线和一条支撑线 我们有可能会有三个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算法部分 这个是加减乘数的非常简单 也可以去 对这个加减乘数算法 你可以后面自己去修改 我们主要得用这个策略思想 主要是讲这个策略思想 就是说 我们在定义一个阻力支撑区间的时候 不光是单纯的定义一根线 我们可以去 去定义很多根阻力和这个支撑线 然后算法上面 我这边使用的是两个中轴线 减去它的一个 减去它的一个前日的一个最低价的一个价格 这样的话它会得到一个 相对较在这个价格图表当中的相对较低的一个区间 因为 因为我们的这个 嗯 不好意思 说实话 这个应该是相对较高的一个阻力线 而不是一个相对较低的 那么 算法这方面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这本身来讲 就是一个简单的加减乘法 我们的思想主要还是结合区间来去制作 做第一个阻力 初始价格 因为我们并不直接使用的话 并不直接使用 然后 这个 这个 S1是支撑线 上面是第一个阻力线 下一个是第一个支撑线 这个支撑线的话 也是根据中轴来计算 减去 减去 减去它最高价吧 呃 为什么就是说我这边要减这个最低价 而它这个支撑线要减最高价呢 因为本身最高价要比最低价要高 那么中间它会产生一个价差 而这个我们用它的中周线一减的话 就是中周线减去它的一个向下的一个幅度 就相当于说我们中间肯定会形成 形成两个 呃 两个 两个一高一低的两个的线 然后中间会形成一个区间 这就是为什么用这个加减乘数的算法去 拿中周线去计算的 这个原因 呃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计算法 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 比如说 像布林啊 它没有那些标准差 或者用ATR啊 只要让它产生一个 你认为合理的一个 呃 这个波幅 或者说是一个区间的话 啊 你都可以把这个计算方法 代入到这个里面来 啊 并不局限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加减乘法 的一个计算 好的 这是第一个阻力和值三角 我们还有第二个 看 中轴线 中轴线 我们要计算就是第一个阻力和阻力和支撑线 它们两个之间的架差 也就是它们两个之间的幅度 然后我们把它代入到第二个区间里面来 第二个阻力支撑的一个计算 然后这是第二个 初始阻力 为什么要说初始呢 因为我们并不直接使用这个 我们刚刚这三个计算结果 而是要后面会有个二次计算 二次计算的结果 才是我们直接用到这个交易条件当中的结果 所以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初始两个字 所以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初始两个字 加上 减去 它的一个 就直接粘贴复制就可以了 就是它的一个幅度 然后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阻力支撑也写完 然后我们写第三个 23 23 23的话 方法可能会跟前两个会不太一样 就是 那个直接乘上一个幅度 两倍的 减中等线 减它的最低价的一个幅度 两倍的幅度 第三个 第三个 初始组的价格 然后 第三个 同样的道理 减去它的一个幅度 然后这里 这里 新的是 减高价减中轴价 减去它的中轴价格 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中间的计算公式 都是一个动作线 然后减去一个幅度 一定的幅度 然后或者说是 我用它的 因为我们要算第三个阻力支撑价格 我们取最高价 然后加上一定幅度 取最低价 减去一定幅度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的阻力支撑线 三个阻力支撑线 就算定义完毕 然后进行对这三个阻力支撑线 进行一个二次计算 现在就是 首先先定义它的支撑吧 SM1 为什么要是SM1呢 因为它的计算的结果 往往是它的一个均值 首先呢 是继续使用中轴线 然后 我们这里把它的第一个支撑价格带进来 然后除以二吧 除以一个均值 那么我们就是定义为第一个区间的支撑 这是第一个区间的支撑 然后定义第二个区间的支撑 S1加S2 然后除以R 这是第二个区间的支撑 然后第三个区间的支撑 然后第三个区间的支撑 好我们继续第三个区间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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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注意啊 其实就是将我们这个最初的 我们定义的这三个 阻力支撑价格呢 然后它进行一个均值的一个基酸 它变得更加的这个平滑 好的这是三个支撑价格 还有三个阻力价格 我们再用RM1 原本是现在的中轴架 然后加上它的阻力1 阻力价格1 好注意啊 这就是一个均值的计算 第一个区间的阻力 第一个区间的阻力 然后就是R1 加上R2 然后这个加处理 R2 第2个区间的阻力 R3 2加上R3 2加上R3 2加上R2 2加上R2 所以R 2 2加上R2 2加上R2 我们可以观察上下这个计算的公式就是 首先呢你的第一个阻力区间 你的第一个阻力价格和第一个支撑价格 他们构成了一个比较窄的一个区间 然后你的第二个区间 就是肯定比如说第二个区间的阻力价格 肯定要大于第一个阻力区间的价格 然后我们这里就比如说我们R1加R2 然后就算相当于是算这个 然后除以相当于是计算这个R1和R2中间的那根线 就是中间那根线的中位线的一个价格 然后所以说我们取它的中轴线价格 也就是它的一个均价 两个阻力线之间的一个均价 或者支撑线也一样 两个支撑线之间的一个均价 然后因为他们的这个排序方法就是 R2大于R3大于R2 R2大于R1 这么一个大小关系 所以我们这里面的话 比如说像这里面的这个初始阻力价格 我们并不直接使用 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平滑的一个计算之后 我们直接使用SM系列和RM系列 作为我们区间的一个上沿和下沿 进行一个计算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来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的就是到了一个这个策略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部分 就是设置六个区间 设置六个区间 所决定使用哪一个哪一个区间的上沿 下沿 作为突破开仓的条件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写的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首先写第一个条件就是Condition ConditionE 然后我们还记得我们最早定义的这个日开完价吧 我们这里就要用到了 就是Nope 然后大于这个中轴线的情况 并且Nope要小于它的上面的阻力价格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定义出来第一个区间 就是P和RM1的一个区间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一个注解 就是下沿呢 是P中轴线 上面的是RM1阻力线 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了一个ConditionE 的一个第一个区间 然后我们把它的条件定义出来 然后就是继续写这个Condition 第二个区间的一个描述 就是Lope 大于 大于 SM2 And Lope 小于 SM1 关于这个SM1和SM2 就是SM系列的这个大小关系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它们是一个正序的一个排列 就是SM3大于2大于1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的话 又会做一个区间出来 那么下沿的话是什么呢 下沿是SM2 上沿是SM1 不好意思 因为它们是支撑线的关系 支撑线的关系的话 就是S1大于SM2 SM3 它们是一个向下的一个大于关系 而阻力线的是RM3大于RM2大于RM1 也就是说 它大于它 然后SM2大于SM3 然后这边是正好相反 就是RM3大于RM2 然后RM2大于RM1 然后我们这里做了一个阻力线的一个区间 支撑线的一个区间 然后就是如果说我的开盘价是在我的这个支撑线 SM1这个下面 然后并且是在SM2这个支撑线的上面 那么我们就把这两个区间定义出来 然后下沿的是SM2上沿是SM1 OK 这是第二个区间 然后定义第三个区间 Condition3 写后按P 然后要大于SM3 pinch 然后不要使用 小于SM2 那么我们这边就怎样了 下沿的是SM3 下沿是SM3 然后上沿是SM2 好的 然后Condition 条件4 需要把Nope先带入 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有可能开盘价开到了中楼先上方怎么办 对吧 然后按E Op 效率RM2 然后下沿的话是RM1 上沿的话是RM2 就是这个条件4 Condition 第五个区间 Lope先带入 大于RM2 并且 Lope 小于RM3 下沿的话是RM2 然后上沿是RM3 然后就是 然后我们再定义 Condition6 Condition6 也是代入Nope 然后用P的一个计算 跟中楼先的计算 好了 下沿的话就是 下沿的话就是 SME 然后上沿 就是 配 就是中楼先 我们这里你注意 我们注意条件6 和条件1的一个区别 首先呢 我们先注意到 就是RM1 它是一个阻力线 也就是它在中楼先的一个上方 然后SME 它是一个支撑线 它在这个 那它在这个支撑线的下方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这个中楼先 比如说我在这个开盘价开在了中楼先下面 并且大于了这个 我下面的那个支撑线 那么我就取这两个价格作为我的上沿和下沿 然后这个是正好相反 如果我开到了这个中楼先的上方 并且我在我的阻力线的下方 第一个阻力线的下方 我就以这两 以我的阻力线作为我的上沿 以我的中楼先作为我的下沿 这样的话 我的六个区间就算构建完毕了 构建完毕呢 我开始写下面这个复值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我怎么能让这六个区间呢 它们就是根据开盘价的变化而变化 开盘价的变化而变化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东西 定义几个复值区间 首先我们就是condition1 如果成立的情况之下 就是我们上面刚才说的第一个区间 成立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该怎么写呢 比如说我们上沿 就等于rm1 将这个变量复制复制到soi 上沿这个里面 然后还有下沿 然后将p中楼线 就是我们条件1 我们看中楼线 这已经标记清楚 下沿是p 好我们把p带入进来 这样的话就算复制完毕 然后上沿复制 然后这里是下沿复制 OK 这是第一个区间复制完毕 然后我们开始第二个区间 condition2 然后上沿 然后上沿的话是sm1 condition2 sm1上沿是sm1 下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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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演是smr,下演是sm3,然后conversion4 conversion4 上演是sm2,然后下演是sm3,不rm1,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策略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它是不断的去复制,不断的去计算,而且它的这个步骤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说可能有时候会看花言,我们可以去看花言。 我们在编写的过程当中的慢一点,仔细看一眼,把它尽量不要出错 OK,我们继续往下 那就是condition5,第五个区间的一个复制 这样的话,sy,就等于这个 它的上演是rm3 然后它的下演是rm2 最后一个区间,第六个区间,condition6 condition6的话,它的上演 上演是我们的中轴线 那下演呢,是它的sme OK 这六个区间呢,没有绝对的这个,我一定会取哪个区间的一个关系 关键是,就是我的这个nope 我今天的看盘价处定是在哪里 我会去,然后想根据这六个,六个条件去选择区间去复制 而没有说我一定会去使用哪一个区间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这个,这六个区间复制完毕 然后通过上面的一系列计算 从最初的菲亚里斯加 然后对菲亚里斯加呢,进行一个 根据它的一个交易思想 就是它有个阻力线和支撑线的一个交易思想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复制和一个计算 计算它的初始,阻力价格和支撑价格 然后在最初始的阻力价格和支撑价格 进行一个平滑计算 就是均值,取均值的一个计算 中轴线的一个计算 然后再对这六个区间呢 那么进行一个条件的一个判断 然后将这六个条件呢 分别呢,进行一个上下沿的一个复制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菲亚里斯加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整个过程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写它的一个具体的交易条件 条件一呢,我去写一段提议吧 因为condition已经使用过了 然后条件的话也比较简单一点 就比如说 嗯,close power 好,当它的这个,当它金叉的时候 就是向上突破上映的时候 然后off,或者呢 嗯,或者当它,因为它本身就是,金叉呢 嗯,首先它是这个10点上的一个大小关系 后面呢,我们如果说 嗯,如果说它是持续的在上方怎么办呢 我们这边再定一个可能的情况 就是 它一万一一开盘就在,一开盘就在这个 它的这个线上面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直接用这个 测盘价大于这个SY 啊,所以防止出错它这个 防止出现交叉之后呢 没有交易的一个情况 或者说是没有交叉 直接在这个区间上演的一个情况 我们这里面再用off 这个C大于这个SY 是一样的 然后后面写一个安全的一个安全设置干嘛 就是它们必须大于0 SY的前一个数值 要等于SY 为什么我这里要写一个就是SY的前一个数值 一定要大于这个SY呢 就是防止它出现这种空置的情况 啊,前面这个已经防止它是空置的情况 然后这个我要保证就是这个区间 它前一个区间和这个前一个棒线这个价格 和这个当前这个棒线这个价格 它们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也就是它们是一条直线 是一条是一条直线 就在这里就是 呃,是一条平行的一条直线 很直的一条直线 它不然的话 如果说它的价格发生变化的话 然后我们也继续按突破来做的话是不合理的 这条直线 然后提了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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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刚才大家不太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钱只要等于 bör行的值呢 是因为每一次的开盘 每一次的交易日结束到第二天开盘 它都会重新计算一边上面这些区间 啊,如果说这个当然它也是有素质的 但是因为TB它是一个二维的图表交易模型 图表交易的这种策略平台 如果说它的线发生一个大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我从昨日收盘到今日刚开盘的时候 中间会有一个线 它就夸插就连在了一起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算区间突破的话 就会很麻烦 就是说这个区间突破 它事实上还没有完全取值 它只是这个昨日收盘的最后一个棒线 和今日开盘最后一个棒 第一个棒线它的一个连线 事实上这根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TB它会显示出来 那么我们不在这个开盘和收盘之间的 这个连线做交易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等于的一个计算 也就相当于是我开盘后的第二个K线开始做交易 是这么一个过滤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设置 那么我们这边 那么我们写一个注解吧 最新价格 然后并且呢 然后并且呢 现在SY呢不能是空纸 A就是大物联 我们SY SY 与上一意义跟棒线相等 防止出现假连线 然后XY切消远 然后XY切消远 XY切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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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这我们的T1T2 这交易条件上是设置完毕了 我们写到这里呢 就是交易条件基本写 已经写完毕 然后呢 我们开始写它的一个交易 交易开创条件的一个执行 开创条件的一个执行 就是当T1 啊 这里我们需要加一个括号 就是让区别开来 off和and整体 让它们区别开来 当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和它后面这些必要条件成立的时候 将它区别开来 比方出现这种错误计算 比方出现这种错误计算 然后T1 成立 并且 不能等于这些开空条件是不能同时成立 然后 market position 持仓函数 不能有多头持仓存在 然后 bountday 所以我们注意看这个bountday呢 就是我们最开始进行一个定义的 就是首先呢 我开仓呢 可能是要大于我的今天的第一根棒线的 我们直接粘贴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ok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开仓条件 然后这里面 我们进行一个 这种条件 手速 然后取它的一个open价 刺根棒线的开盘价 作为我们的经常价格 然后T2 现在推根K线 上前推一下 note 使用note这个函数 然后T2 T1 不能成立 好end market market partition 不能有空头持仓 以后我们要开工 所以不能有空头持仓 是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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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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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是它的一个多头开仓条件和空头条件 就算是我们让它执行完毕了 我们开多开工 然后并且我们都要大于就是开盘的第一个棒线 接下来呢我们写它的这个啊 接下来我们写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跟踪指引支省部分 然后if marketpartition 等它等于1的时候 就是有多头持仓的情况之下 并且呢我们要防止多空 多平仓和开仓出现在同一个棒线 就是bound since entry 这个是等于0的时候 就是当它是这个 有多头持仓并且是这根棒线的时候 我们的帮现了一个序号 然后在这里 在里面进行一个复制计算 然后在这里 然后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复制计算 嗯 嗯 Hagel After And After And Share 好多人去 好多 好多 因为我们是多头嘛,我们它的如果它是一个多头趋势的话,它的这个低点是不断太高的,所以我们这边用的是,这边我们主要使用的是,而不是,而上面这个呢,是不需要去管它的,直接让它去取前置就可以了,可以不用去定义它,为了代码的完整性,我们还是将它定义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定义完了,就是当,当有这个多头趋势的话,并且,呃,是经常的本根棒线,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比,一个比较,就是Low After Entry,然后,呃,不断更新它的最低价格,就是它这个时候取的这个价格和它这个棒线的最低价,进行一个比较,如果水大呢,就使用水,将它复制进来 然后market,然后market,market portion,position等于负1的情况之下,那么就是bounce since entry 也是等于0的时候,就是刚进场内根棒线的时候,有空投持仓,刚进场时的本根棒线的序话 然后我们进行刚才这样的一边,进行一个粘节复制 进行一个粘节复制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因为是空投持仓的话,我们用的应该是highgraph的entry,就是它的高点不断降低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一个重新写一下这边,就是我们这时候,既然是高点不断降低,我们用的是mini这个函数 用的是mini这个函数的话,比较它的最新的最高价 然后关于lowgraph的entry,在空投的时候是使用不上的,为了代码的完整性,我们也将它使用一个前值吧 因为它是用不上,但是我为了代码完整性还是将它写上吧 然后我接下来呢,定义就是呢 然后呢,person 有持仓的情况下,就是不等于零的情况下 然后放since entry大于 等于1的时候,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定义的是本根开仓报线的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我们定义的就是,不是大于这个,不是这个本根报线 并且是大于这个本根报线以后的情况 比如说开仓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一根报线,第二根报线,第三根报线 以至于后面平仓的一个情况 就是bounce since entry大于等于1的情况 好,我们开始定义它 定义它的话,我们这边的话就直接粘贴复制过来 我们要用的代码直接过来 好的,这样就是,如果有空头持仓呢 我们用的是hack after entry 如果有多头持仓呢,我们使用的是lower after entry 然后将这两个复制计算条件全部放到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有持仓 并且是已经大于了本根报线以后的持仓的情况 这样的话,我们这边就算定义完了 然后我们取到了它的这个记录的最多头的最高价和最低价 那多头最低价和空头最高价 我们接下来写这个止损,跟踪止损的一个执行部分 就是跟踪出场 字里面呢,我们先定义一个止损价格 就是my prices 我们多头持仓 我们先定义多头持仓的情况下的一个出场 然后就用使用lower after entry 然后减去最新这根棒线的开盘价 然后乘以一定幅度 这个幅度的话 按百分比吧 百分比计算 那么这是 这个是就是多头出场线 将它复制到mypress里面 然后 market position等于1的情况 并且 它的最新盘中的最新价格 如果小于等于了这个mypress 就我的多头出场线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要出场了 然后 bounce entry 不能是在同一 不能是开平仓的 它不能是在同一根棒线 就是 bounce entry要大于0 我平常肯定不会在开盘那根棒线进行出场的 然后这边可以写一个定义吧 当持有多头持仓 当持有多头持仓 最新价格 第二谱出场线 同时 同时 是平常现号 和开仓现号 再同一 再同一根棒线 然后mypress 这里要进行一个取决的一个比较 就是 就是 mypress 最小质 和它这个防跳空的一个取值比较 和这个 最新这根棒线的开盘架 这个比较 如果它出现了一个像是直接上上跳空 就是直接跳过了你的这个 直接跳过了你这个多头平平仓线的话 就跳过了你的出场线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那我直接用它的开盘架直接就使用它的开盘架进行交易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防跳空的一个取值 然后我们直接使用它的执行函数 seal 多头平仓的执行函数 然后将mypress代入进来 ok 那么就是 多头平仓 多头平仓 然后 这边我们也在写一个作品 如果 跳空 击破 那么取值 取值最新 的 那么棒线的 开盘架 那么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 则使用 出场 则使用 下个 好 我们现在跟空头 该定义空头 刚才上面定义的是这个多头的一个跟踪指引出场 跟踪 跟踪出场 然后定义 通头的跟踪出场 跟踪出场 mypress 2 然后 需要它的一个是 不断更新的一个高点 就是highgraph 然后 然后 加上 open 最新棒线的开盘架乘以一定的比例 也就是幅度 也就是幅度 然后 空头出场 然后空头出场先 然后 然后 if market portion market portion 等于 空头出场 然后 用它的最 最新的 最新价格 如果大于等约 micres 2 并且 不能 开屏障 同根棒线 好 放since entury 大雨雷 然后 接下来 mypress mypress 那么既然是一个 空头之上 那就是向上比较 就是用max 让它出现 mypress 2 open 然后如果向上跳空击破怎么办呢 那我就去它向上跳空内阁放线 的 开盘架 然后 然后使用它的这个执行函数 ss 手术 或者你这边使用0也可以 直接就是全部拼掉 直接使用0吧 不用写手术了 使用0 全部拼掉 然后mypress 2 ok 这样就写完了 啊 我们这么长的一段代码 我们就差不多有一个 100多行的一个代码 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对它的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声明 没有对它进行一个参数声明和一个变量的声明 我们这里面定义着这么多的变量 我们都需要从进行声明 这也是tb编写比较麻烦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首先先 先建议 实际上先建议这个我们这边代入的一个周期的一个参数 就是m 实际上写个35 然后手术 手术的话是s s等于一把一手 都使用的s s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使用的一个tr 就是跟踪 然后tr 然后tr 然后这个不好意思 这是连接 啊 还不能这样写吗 tr tr 它的一个支撑比例 40x5 5% 这个支撑比例 然后这个是跟标准跟踪 支撑比例 然后这边是首数 那么这个是计算的周期数 向前推多少个帮线 向前推多少日 好 好 这个参数就算生命完毕 然后我们就要生命它的这些变量 这变量是非常麻烦的一个过程 像这个是布尔型的话 它们都是布尔序列型 序列型的话它具有时间意义 不会随着你哪个帮线的变化而变化 就是重新复制 重新计算 我们就将我们的计算结果 保存到我们的序列型当中 好 这个是布尔型 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 numerica numerica series 素质序列型 素质序列型 这个是布尔型的 这个是布尔型的 这个条件判断 它是一个布尔型的 一条件判断 然后 好 然后我们直接往下垫野 不是像这个nope nope它就是所谓素质序列型 然后下垫野 然后下垫野 直接收档吧 hh1 然后下面就是n p 如何按钓 这些项面是文字 什麽 就是 有些项值 有些项值 目的 下面就是 是 重重线 这个就是R1 R2 R3 然后就是R1R2R3 还有S1R3 还有S1-3 最写上是S S1-3 然后点击SAM 加一个AM 然后就是Condition1-6 4 5 123 4 5 然后就是S1 S1 它是一个数值序列型 MAS 大限 S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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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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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嗯,好,基本就算定义完了 基本就算把我们使用的变量全部都在 变量这个墨板里面进行一个声明了 我们进行一个测试吧 可能有个地方会有错 看哪里 不好意思,括号 去找封号 这个方号是一定要写的,要不然继续玩继续 预计是不完整的 这里 还有一个地方 这里,小buck 这些也有修正 and,那里少了一个and 这边少了一个括号 缺少封号,那里 这里 这,试不试错 好吧 好的 嗯,没有错了 没有错 公式编译成立 编译成功 我们现在这个今天呢 就是 OK,菲亚里斯加的整个编写呢 就已经讲完了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回顾吧 首先的菲亚里斯加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四个价格 首先要进行声明出 然后对它进行这个 根据它的一个思想概念 菲亚里斯加的一个阻力支撑的一个概念 我们对它的一个阻力支撑价格呢 进行一个计算 进行一个计算 然后 前后自己的一个计算思想 它的计算公式呢 就是加减乘数这块 你可以使用 你也可以使用像布林啊 布林里面的标准差啊 ATR这些 再计算它的幅度 然后对它计算的这个阻力支撑价格呢 进行一个平滑 进行一个均值的取值 然后呢 选择六个区间 将六个区间的交易条件 这个复值条件呢 定义出 然后将复值 将这个区间呢 进行一个上下沿的一个复值 然后呢 根据这个 经济视差的一个情况 根据经济视差的一个情况呢 根据经济视差的一个情况呢 进行一个条件的一个突破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方 最重要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 我今天最新 最今天的这个第一根棒线的 交易日最第一根棒线的开盘价 它究竟是在哪个区间 然后 然后就将这个区间的上下沿做今天 的这个上下沿 或者说是一定时期以内的这个上下沿 好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